大家好,我是胡砍,三月的尾巴 我们对老师和这部青春片揪住的目光 大多数人冲着渔圈大爷去看 然后带着青春的遗憾离场 今天胡砍紧就此片的喜剧烈和来跟大家谈谈 这世间令人发笑的往往是悲剧 这部电影给我们带来的笑声 也是一个一个的悲剧堆切而来 云霄选的苗老师作为一名教师是悲哀的 面对学生为了班级的荣誉和他对抗时 他就不敢说说一句,我支持你们 这也是在胡砍看来做老师最难的地方 运势教育和素质教育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让影院的观众一次次的重复大笑 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重复的事情 所以你想做的事,则是适合你的道路 这可能是所有老师想对学生说的话 但运势的压力,不允许这样的话从他们口中说出 胡砍在高中也认为老师不理解自己和老师作为 这些社会后才意识到我们都是不想做者 而不是选择者 总之希望有一天孔子口中的英才师教可以走进校园 走进选择的制度 也希望这次